今年的春节到有点崩嵐不听,除了第一天有个小高峰外,接下来的几天,却是持续走低。 地步后面的趋势也是如此,至于如何会出现这种情况? 公灯结底还是两个字,质量。 现在观众的口味都原化,洒铁还是一致生用。 如果现在影片质量不过用的话,观众是不信买账的, 尤其是在现在的观众主力是90后,00后,更是释放张阳自己性格的一代。 所以除了如今的流浪地球外,其余的口味都不算太好,成龙更是扑街。 说到如今,人像是不被大家看好的,因为他前面的对手都太强了。 不凭张星驰成龙这些老牌巨星,就是沈腾黄博时针这些中间力量, 任何一个都不是费流军的好战力。 过来,初一的票房也映证了这一点。 疯狂的烂兴人,支持人生,新喜剧之狼搭乱了全村。 票房均轻松突破软溢,而如今的流浪地球, 不过一点六四密的票房,和全面结论相差甚远。 只是一人惊讶的事,张星驰沈腾第二天便不坚挺了。 接着黄博和沈腾,人手也站不住场子,一众大片纷纷落下。 去年的时候,还有唐人街二和红海行动,打得不意乐乎。 今年早早便封出结果,大大出乎了观众意料。 沈腾,黄博,张星驰,成龙,一众巨星后继乏力。 原本最不被看好的吴军,却是弄到超车。 历史声援,大大满足了一众吃瓜群众的心理。 记得不说,如今的眼光是非常独烂的。 科幻片一直不是我们的强项。 国内以前有拿得出手的作品,一些作品披着科幻的外音, 其实不过是为了骗取人望到了。 像一位警察,不可思议等的被科幻,把观众哼惨了。 这也是对家开始不看好吴军的原因。 但是今次怎会发光的? 经过几天的口碑发酵。 流浪地球运势上扬。 声声把疯狂的外星人, 飞驰人声, 新喜剧之王抬霸了脚下。 可以说吴军这部片,为国内科幻片开了一个新的道路。 也许很多人会说,这部片子大火,跟吴军关系不大。 但仔细分析了一下,吴军在其中占了很大的负量。 刘慈欣固然是国内音乐的科幻作家, 但是把文学作品转化成影视作品, 却不是他所擅长的了。 而且科幻在国内四代的人群还相对较少, 读者群也没有能力把影片跑这么高。 吴军这栏外, 创造了50多亿的票房神话。 自身的流量又很客观。 虽然现在相较沈腾黄博针心时差点, 但是比其他人却要猜出一段绝。 流浪地球除了无论把影响度大力歇之外, 其他的并不是很出名。 所以吴军的参与, 已给这部影片带来了关注度。 其次, 这部影视中途有人撤付, 剧组突经一步紧张, 甚至连拍戏的服装和道具, 都用从隔壁疯狂的地球文具。 导演和吴军相当之后, 吴军带首预挥, 带来了6000万的入资, 这才使得这部影片拍摄完成。 所以如果不是吴军, 我们今年可能看不到这部经典作品, 并成为烂尾作品的可能。 我们不得不再次感叹吴军的眼光真读, 遇了些万输买就难了。 现在的票房也证明有吴军的正确性, 估计撤资的慢火人, 现在肠子都毁坏了。 当然, 吴军的作用是明显的, 观众打仗, 影院任务给拍片, 这些影响力都是无形的财产, 但是其他演员的怨心远远, 把我的人格来求, 以及面后, 特效人员的默默付出, 都是不可抹收的。 正是因为这个团队的圣像欲星, 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震撼人心的作品。 《开科广意识胸盒》, 简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。 如梦达拍完之后, 感慨地说到, 终于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了。 以后在电影史上, 也能留下一页, 从达书的感叹之中, 我们也能揣测出这些演员默默付出了多少。 当然, 这些都只是先决条件, 但是才开始的两天, 《流浪地球票房》确实不如沈腾中兴实, 主要是受制于拍片数量。 不过经过几日的口碑发酵之后, 大家对这部作品赞不绝口, 口碑宣传是最好的宣传, 影院也逐渐交到了拍片数量。 现在为止, 《流浪地球》已经反超审藏防博的疯狂的外星人, 《流浪地球》在宣传防博的疯狂的外星人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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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后者的差距也在一点一点拉开。 有人预测, 《流浪地球》在宣传超30亿是永远的了。 如果能更进一步, 《流浪地球》在宣传超过50亿, 再加上全面的正蓝爱, 《流浪地球》足以封神, 当之愚愧! 《流浪地球》无精的成功, 也给了我们许多几世。 现在电影视场大好, 巨星大量随便拍拍都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片坊。 但是在那最后, 大家听得还是故事任何用不用。 好情怀和好战力 真不是成小之计 真心是成龙这些老牌剧先便是实力 如今票房则购富以为一律 但票房最终能超过50亿 足够如今封审吗 欢迎大家讨论